今天的新闻简报引人注目,因为他揭示了一些娱乐圈的新动向 题为肖战竟呈碰瓷心虫 王一博被导演用犀利的言词评论到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 肖战的迅速崛起堪称惊人,引发了娱乐界的一阵狂潮 让人们对他的关注和赞赏如潮水般涌来 他的名字已经成为成功的代名词,每一次他的行动都在设立新的标准和潮流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一现象,分析肖战走向超级巨星的各个方面 首先,肖战不可否认的魅力和才华将他推到了娱乐界的前沿 他在荧幕上的吸引力,加上他出色的表演和歌唱能力,赢得了全球粉丝的支持 从他在热门剧集中的突破性角色到他在综艺节目中的娱乐表现 肖战一直都表现出色,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 然而,伴随着巨大的名气而来的是巨大的审视 肖战发现自己成为了媒体猜测和八卦的对象 他的声望日益飙升,使他成为碰瓷策略的主要目标 许多个人和组织试图利用他的名声谋取自身利益 然而,在混乱和争议之中,肖战的粉丝们始终坚定支持他 选择关注他在行业中的成就和贡献 肖战与其他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自己工作和粉丝的坚定奉献 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诸多挑战和障碍 他依然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来回应批评 他的能力在逆境中崛起并保持真实自我 赢得了全球数百万粉丝的喜爱 巩固了他作为真正明星和偶像的地位 此外,肖战的影响力远不止局限于娱乐界 他继续塑造着行业的潮流和方向 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受到粉丝和行业内人士的审视和效仿 凸显了他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重要性 无论是他的时尚选择 社交媒体存在还是慈善事业 肖战的影响力无所不及 展望未来 肖战的未来看似光明 粉丝们急切期待着他的下一个项目或表演 凭借他的才华 决心和粉丝们的坚定支持 毫无疑问他将继续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我们迫不及待地期待他的下一步行动时 让我们继续支持和庆祝肖战不可思议的旅程和成就 总之 肖战的崛起是他才华 辛勤工作和对自己工作的坚定奉献的证明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障碍 他已经成为娱乐界真正的明星和潮流引领者 用他的魅力和魅力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随着他不断突破成功的界线 让我们一起庆祝肖战非凡的旅程 并在他继续在聚光灯下发光发热时为他加油助威 新作开分仅5.6 导演评价王一博 言辞犀利 句句说到观众心坎里 五一电影即以一种充满期待和失望的混合心情结束了 让观众对此期间上映的电影留下了不同的印象 在众多备受关注的新片中 火锅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以种种不利因素脱颖而出 尽管一开始备受瞩目 但这部电影未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并突然从影院下线 其平淡的票房表现和制作上的不真诚 让许多人质疑其价值 更积极的一面是九龙寨围攻和花钱如水 两部影片成功避开了惨败的标签 得到了观众的不错反应 虽然他们的表现可能并不突出 但他们成功地避免了彻底的失败 然而维和暴动队 才是这个季节真正抓住了人们眼球的影片 尽管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论 但这部影片一直稳居日票房排行榜榜首 显示出与观众的强烈共鸣 其对维和任务的逼真描绘触动了 喜爱此类主题的观众 使其成为讨论的焦点 尽管面临着制作延迟和缺陷等 挑战维和暴动队总体上 还是超越了预期 其在豆瓣上的平均评分5.6 几乎没有阻止观众去体验 其扣人心弦的叙事和引人入胜的表演 与那些优先吹捧主人公的电影不同 维和暴动队侧重于角色的深度 和在逆境中的成长 黄景瑜和王一博等主演的出色表演给角色 赋予了生动的形象 充满了信服力 导演刘伟强对王一博在角色中的专注 受到特别的赞赏 尽管最初人们对他的表演能力持怀疑态度 但王一博通过对动作场面 和角色发展的执着证明了自己 他对杨振的诠释 以及黄景瑜对于于卫东队长的刻画 都对这部影片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维和暴动队收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但他值得被认可 因为他揭示了维和任务所面临的挑战 这部电影对这些任务进行了详细的描绘 再加上年轻主演们可贵的表演 赢得了寻求在电影娱乐中找到内容的观众的赞赏 总之 五一电影即展示了多样的影片 每部影片都有其优点和缺点 虽然有些影片难以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有些影片 比如维和暴动队 尽管面临初期的困难 仍然超越了预期 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 观众更加重视故事讲述中的真实性和内容 而维和暴动队等影片正体现了这些特质 角色的多样性 王一博在电影中的突破之路 王一博最新电影维和暴动队 在五一档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功 无疑引起了观众和评论家的广泛关注 电影上映仅五天 票房收入已超过4亿元人民币 使得王一博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更加稳固 王一博的演艺之路可谓非凡 从他与资深演员梁朝伟合作的谍战电影《无名出道》 到在金融谍战剧追风中的突破角色 王一博展现出了惊人的演技多样性 然而 他在军事电影《维和暴动队》中的最新成功 真正展示了他作为一名演员的广阔范围 王一博转型最引人瞩目的是他能够以超越纯粹流行的角色吸引观众 尽管他早期的作品可能已经在业界确立了他的地位 但是他在叠战和军事动作等不同类型中的惊人转变 真正让观众印象深刻 尤其是他在动作场景中的表现 尤为突出 他扮演的狙击手 因其真实感和强烈的表现而受到赞扬 《维和暴动队》的成功有几个因素 首先 王一博成功的转型为更多样化的角色 无疑引起了观众的兴趣 他扮演的军事动作英雄 让许多人大为惊讶 展示了他作为一名演员的多才多艺和应对 挑战角色的能力 此外 电影的爆炸性主题和惊险的动作场景 使观众紧张不已 凭借其激烈的视觉效果和引人入胜的情节 《维和暴动队》将中国军事动作类型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诸如装甲车袭击和大胆的救援任务等 引人注目的场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进一步促成了电影的成功 此外 《维和暴动队》探讨了与观众更深层次共鸣的深刻主题 通过强调中国维和部队的使命 并强调超越国界的正义和牺牲概念 电影作为国际合作和人道主义努力重要性的感人提醒 王一博的成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成就 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电影市场对新鲜题材和多样化表现形式的渴望 他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形象 更是一个窗口 让观众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和变化 此外 王一博的成功也是中国年轻演员们的鼓舞和激励 他以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打破了传统观念对新人的限制 为更多年轻演员树立了榜样 他的成功故事不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也为中国电影界的未来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总的来说 王一博的成功不仅是一部电影的成功 更是中国电影产业的成功 他的表现和成就为中国电影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观众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惊喜 随着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相信他会在未来的电影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为中国电影产业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的来说 王一博成功地转型为更多样化的角色 加上维和暴动对激动人心的主题和充满动作场景的表现 巩固了他作为中国电影界最有前途的人才之一的地位 他引人入胜的表演和对维和工作和正义的有意义描绘 无疑让他在这次电影冒险中大获成功 随着观众热切期待他未来的作品 王一博的明星之路在未来必将更加辉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